星光闪电般的一抹而过 扑的一声过后 雪祖所穿衣袍之上 一道道细小裂口周然浮现 雪祖还未来得及收回的手上 一道细线浮现而出 紧接着鲜血一刃喷涌 三根手指指节被剑气直接切断 随着雪祖收回 看看抵达柳鸣面前的雪色巨长 突然化作一缕缕的雪雾的溃散开来 小子你死定了 雪祖暴跳如雷 木然一挥袖袍 一阵雪色狂风一卷而起 再次朝柳鸣所在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去 同时一声嘀吼 一层淡淡的雪色光幕 在身前仗取范围内浮现而出 而他那只受创的手掌 一团团血牙从山口挤牙而出 疯狂生长 转眼间又化作了三根心生的手指 柳鸣眼见雪色狂风席卷而至 心中一领 虚空剑丸在出其不意的权力一击 在通玄存在面前 果然也仅能达到如此长度 现如今对方已有戒备 即使在使用剑丸 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虚空一招 金灿灿的圆珠一闪的召回 瞬间化为金光的将其包裹其中 同时一拍胸口 背后一对晶莹剔透的蝉意 刷的一声浮现而出 他只是单手一掐绝 背后晶莹残意之上 灵光一闪 身体木染一清 变得没有丝毫重量一般 骤然化作一道白色金红 直接脱离了雪色狂风 破空而走 残精翼外加剑丸的御剑飞行 让其顿速比先前骤然大增 柳明在见识过 鸣虫之母本体的恐怖后 这一次并未往高处而走 而是方向一变 选择了某处 大量鸣虫聚集的地方 已剑丸的威能 那些低阶的鸣虫 只要近期身形数十丈之内 都会被一缕缕剑起 直接切割得四分五裂开来 玄武长 见柳明清可间速度大增 放出旁人神使 往前微微一扫 便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他当即一声愤怒的嘀吼 双臂以挥之下 继续催动暴力的血色狂风 以泰山压顶之势 直奔柳明方向脊椎而去 雪风所过之处 千丈范围内天地灵气躁动不已 无论是人族修士还是名虫 稍微靠近一些 便体内精血翻涌进出 轻则重伤 重则立刻成为干湿的从空中落下 随着半空中阵阵兴风 猛然刮过 雪阻飞快地拉近着 与柳明之间的距离 柳明再次大惊 再不去顾及禅经义的消耗 双手瓦掘一催 领海上方黑白真丹 疯狂转动起来 一股股精纯之际的法力 从中泉涌一般地流淌而出 朝领海上空的翠绿色迷你小翼中灌注而去 迷你小翼飞快煽动几下 两片翅膀上面的绿色火焰朝两边一个翻卷 竟化作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焰火 在火光的映照下 迷你双翼显得金光闪耀 绚丽无比 与此同时 柳明背后的透明色精益表面 也随之灵光大胜 一条条晶莹剔透的白色灵纹浮现而出 搜的一声 柳明身形一个模糊之下 便窜出了数百丈之咬 速度竟奄奄得 和玄祖玄武场所画的血色狂风 大致持平 玄武场见此更加暴调如雷 继续狂吹雪风的一路追去 柳明心念电转的衡量之下 并没有想要直接脱离战场 逃之夭夭 毕竟与其漫无目的地往外跑 倒不如留在这里 尚有可能获得一线升级 只要上方战斗稍有缓和 说不定便有几方的通悬修士出面 将这血组牵制住 到时候 他才有机会真正的逃出升天 而为了引起上方的注意 他数次将血组引到人族修士稀少 鸣虫相对集中的战团当中 而血组见自己堂堂通悬镜修士 竟连区区一名真丹镜修士也抓不住 不禁恼羞成怒 正好将火气全部倾泻在了沿途看到的鸣虫之上 结果柳鸣一边逃 一边借血组之手 竟硬生生地产出了起码三万头鸣虫 其中真丹镜就不下鱼二三十只 化精奇更是不计其数 若上鸣虫之母知晓了 他千方百计释放出来 想要对付人族的一名 邪修通悬 杀的鸣虫反而比人族修士还多 恐怕真是要气吐血了 然而原本就只能使用数次的残经义法宝 在柳鸣如此疯狂的使用之下 消耗也是极大 麒麟海中 那对燃烧着的熊熊绿燕 迷你小翼 原本尚有婴儿拳头大小 如今却仅剩拇指大小 一副即将燃烧殆尽的趋势 最为关键的是 他纵然不断地在使用高阶恢复的安药 体内法力如今实不存一了 对于后风卷动的血色狂风呼啸坠来的血阻而言 这段时间的法力消耗却根本不算什么 以其神识之强大 显然也发现柳鸣的情况 一双血色童目当中疯狂之意闪过 小辈还想跑 本座看你还能跑到何时 血祖大鹤一声 周身卷起 血风更胜几分 二者间的距离又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减少 就在柳鸣参经义能量即将消耗 岌岌可危之时 上方虚空之中却突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轰轰巨响 同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强烈灵压波动朝下方席卷而来 原来就在柳鸣与学祖两人追逐的时间里 高空中的鸣虫之母却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竟从其锁在空间通道中挤出了大半的如玉般的雪白身躯 两侧六条和人类一样的白玉般的肢体显露无遗 并且一张硕大无比的人形脸孔 也清晰无比地出现在了空间通道之中 这张脸明显是一张女人的模样 且看起来明眸好齿 本该十分妖艳动人 只是这脸孔实在太大了 足足只有母须大小 并长在一具虫躯上 这便显得十分诡异惊人了 你们这些人足砸碎 都给我去死吧 一声少女般的青翠鱼耳的胶参声 从巨大人形脸孔中传来 紧接着六条白玉般的手臂表面 泛起了一阵刺眼夺目的白光 轻描淡写的一阵滑波 刺拉之声大作 鸣虫之母的周围区域 突然浮现出大片的白光闪动 一阵阵惊人的空间波动中 六道遮天蔽日的白色飓风 朝四面八方狂卷而开 周围的通悬修饰见此 早已纷纷面色大变地倒退而开 在阵阵白色飓风中 竟隐隐可见 一道道发出尖明的白色韧光 凝聚而成 便一闪地飞快朝四面 席卷而去 白色风刃所过之处 划出一道道大小不一的黑棕色线条 何然都是空间裂缝 一时间 整个虚空似乎都被白色锋刃 以及黑色空间裂缝所充斥 密密麻麻的 几乎无所遁形 一片混沌 顿时惨叫声四起 不少鸣虫和人族羞士 恰在好处的在裂缝的边缘 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 就被这些细小裂缝的间隙 斩成了竖节 一些较大的裂缝中 则传出一阵阵惊人的犀利 竟将附近的修士和鸣虫 都硬生生地卷入其中 同样丝得粉碎 这番变故 让学祖玄无常也有些措手不及 但眼界柳明就在先方不远处 自然不愿意就这么放手 猛然一咬牙 竟在周身凝聚起了一副血色铠甲 身形一动地继续追杀过去 正在陶盾中的柳明 凭借残精翼的惊人速度 以及其卓越的反应里 左闪右躲地避开了不少空间裂缝后 就在此时扑的一声 身后的残精翼突然化作点点精芒的碎裂而开 紧接着两道白色锋纫一前一后的席卷而下 面前那道在其身前一划而过 斩机处白光闪动 一股惊人的波动一散而开后 一个长约十几丈的空间裂缝 一下凭空浮现而出 里面掩掩偷出极强的空间波动起来 就仿佛一个巨型隧道一般 直通极远之处 他面色大变之下 正想要做出什么之时 背后传来一声惨叫 他未及去注意发生何时 一股无法抵御的强大犀利 从空间裂缝中传来 柳鸣只觉浑身被一股无形的气体缠绕拉扯 足底的金色小剑也摇曳不停 要脱离自己的掌控 情急之下 他只能一掐剑绝 金色小剑以飞而回 并化作为一片金光的 死死护住了身躯 几乎同一时间 柳鸣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躯 被无形距离一卷之下 顿时头晕脑胀的 没入前方空间裂缝之内 结果 就在他进入空间裂缝的一瞬间 却猛然听到了一个 古朴苍老的声音 从外面极远处响起 明虫之母 你不惜以一切之法则之力 禁锢我真身 这又是何苦 这声音 竟带有强烈的凝神静气之效 让柳鸣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瞬间清醒了不少 猛一回头望去 但见远处天边 一个身披七彩霞光的身影 正飘然而至 霞光之中 却是一名满头白发 双目紧闭的苍老僧人 但见僧人豁然双目一睁 眼中奄奄的有流光流转 左臂一抬 脱手飞出一串 散发着七彩霞光的残暮佛珠 在半空中旋转而起 接着 阵阵翻音佛唱之声 鸟鸟传出 无数朵乳白色的莲花 有如天女散花一般 四缓十极的飞卷而出 漫天的白色锋刃 以及空间裂缝 少一触及这些莲花 便纷纷白光一闪的 消逆乌形 柳鸣见此一阵 这神秘僧人 似乎自己曾经见过 去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而下一刻 他就彻底的 已经卷入空间裂缝的身处 外面的声音 渐渐的变得模糊起来 只能够隐约的倾倒 半空中传来鸣虫之母的一声怒斥 以及似乎有人在大喜的 欢呼什么圣尊 接着 空间裂缝一阵巨颤 白光一闪之下 竟飞快地迷合而起 柳鸣眼前唯一的光亮 也瞬间消失不见 同时四周距离狂崖而来 即使 以及现在恐怖的肉身强大 外加剑丸护身 都大感无法吃消 最终大叫一声 狂喷一口鲜血地 昏死了过去 但是不久后 裂缝中的拘力 木然消散一空 柳鸣身躯 开始继续 向黑暗深处飘动而去 最终渐渐地 远去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柳鸣从昏迷当中 醒过来 剧痛 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感觉 身体好像被巨大无比的力量 撕扯了无数下 皮肤上裂开了一道道伤口 一阵阵剧痛 侵袭着他的脑海 以他性格之坚韧 都忍不住地 闷横了一声 过了好一会儿 柳鸣才渐渐地 试了这股剧痛 领海之中空空荡荡 几乎没有丝毫法力 现在 想动一下手指都难 不过好在 柳鸣身体坚韧无比 进阶真丹的时候 又重塑肉身 将天妖之血 融入到体内 恢复能力 异常惊人 如此 足足休息了好一会儿 身体终于 凝聚了一点力量 柳鸣才用双臂 挣扎式坐了起来 转手往四下看去 柳鸣此刻 身处的是一座 苍翠幽静的小山谷中 一道道温暖的阳光 斜斜地照射下来 口鼻中闻到的是 一股清新的泥土 和新鲜的草木气味 除此之外 似乎还带着一丝 有几分咸诗的海风味道 柳鸣摇摇脑袋 集中精神 脑海中终于渐渐浮现出了 昆迷之前的些许记忆 它被冥虫之母 撕开的空间裂缝所吞噬 卷入了空间乱流当中 一直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也不知漂泊了多久 只是隐隐约约的 最后记得胸前的八爪章鱼 自行化作银色铠甲 护住全身要害处 同时依靠自己 体内天摇精血的恐怖恢复力 和健丸护体 这才没有在空间风暴当中 被切割成粉身碎骨 从眼下情况来看 它似乎被传送到了一座 小型海岛之上 它虽然不知道这里是何处 但肯定已经不在两界岭附近了 但看周围的环境 应该还在人界 不过 只要能够逃离那个 同悬学祖的追杀 它便觉得庆幸无比 它分手从须弥界中 取出了一枚疗伤丹药服下 一股暖流在体内流淌开来 在天摇精血的加持下 身上的伤势恢复速度 骤然加快了不少 它在休息了片刻 精神里恢复了些许 才木然地站起身来 一排腰间健囊 将附近地面上 遗落的金色圆珠 以兽而起 同时单手一点梅雨 将爬大神石散发出去 轻易笼罩住了整个的小岛 此处天地元气比中天大陆 明显稀薄了不少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这座只有数十里大小的小岛上 基本没有什么妖兽存在 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咦 柳明脸色一动 在十几丈外的一块石头旁 竟有条十分眼熟的断臂 躺在地上 它一眼就认出了 此条手臂 正是那学祖的肢体 柳明只是新年一转 也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他隐约记得 在空间风暴爆发之时 曾听到一声惨叫 从背后响起 看来这学祖 也被卷入空间乱流的裂缝 还正好地将一条胳膊切了下来 随其传送到了此处 让他随之一喜的是 那条手臂的食指上 带了一个木绿色的宝石戒指 从其中散发出来的波动来看 应该是学祖的储物戒指 感谢收听 摩天计 回头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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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